您现在就看到这场比赛是一场七十公斤的较量 来自中国的郝胜宾 来自德国的沃斯奇 话音刚落 这个表情也非常痛苦 的确是刚才我们可以看到膝肩正好蹭到 但并不是故意的 双方拼膝的过程 难免会有这样的虚误 在这场比赛我们可以看到郝胜宾有身高的绝对优势 在身高上是有比较大的压制对方的能力 1米80 我觉得郝胜宾好像从我们第一次见面到现在 但是长了不少 是 而且他的这个身材比例特别好 大家好 老师从业中医难科三十余年 帮助了数千名海内外华人朋友 通过中药条理重回男性雄风 如果你也存在房市时间短 博企无力 硬度差 中途体软 肾趋 前列腺炎等问题 现在就加中医老师微信 574993200 纯中药 一人一方 至根至本 帮助你持续坚挺二十至四十分钟 鼓声撞扬 严实祝国 彻底告别 快难软难 记住微信 574993200 这个不能连西啊 连续的中极 我们看曹生宾的这个连续立体进攻 很成熟的这种进攻的报价 在这一代的选手里面 好生宾应该是这一代里面的佼佼者 对 这是南东翔选手的大概第三代的选手了 是 但是其实呢 这个从这一回合的这段时间来看啊 好生宾应还是非常好的贯彻了这个远前进击的这样一个战斗 没错 没错 在台下呢 坐着他的教练啊 赵世杰和郭强 我们看好生宾也是处于了现在前面他的前辈 包括像邱建良等等这样的选手 一个过渡的过程 现在正处于一个